眼前景象让目击者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台深色轿车疑似开错路 不断倒车浪道 先闪过后方一台银色休旅车 然后又撤退回顺向的车道 汇车成功 南投鱼池乡人多拥挤的夜市中 轿车反常一路倒车 让附近逛街民众忍不住盯着看 前方一台机车后座置乎箱中 层层叠叠堆织的约十个橘色箱子 上面还又放东西 都已经堆到高出骑士一个头 因为放得太高 骑士只能一手扶着箱子 一手骑车 事情发生在彰化园林 骑士载的超高重物 却又没有绑上安全绳 网友忍不住说 这又是哪个马戏团跑出来的 这很硬度 高手在民间 这样也能骑 台中雾峰一名远警 挺着乐天 推一台电动车缓慢前进 后方一台警车亦步亦驱保护安全 原来是因为一名九十岁的阿嬷 电动车突然没电叼掐 停在马路上一动不动 远警健壮赶紧下车帮忙 两名远警合力推了半小时 约四百公尺 才让阿嬷顺利返家 路边一台白色休旅车 原本闪着黄灯 却突然改打左转灯 随机瞄转 从路边切入 幸好驾驶有所警觉 立刻狂按喇叭 紧急刹车避免一场冲突 记得 曾伟祥 陈生伟 联维 联维 陈生帽 中部综合报道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锁定中视频道